女人像狗一样啃着骨头 而最回活手 竟是她的儿子 白天母女俩在玩催眠游戏 母亲非常配合 看着不断摇晃的怀表 女人很快进入状态 紧接着 男孩开心坏了 像对小狗一样摸着妈妈的头 就在要继续玩时 咚的一声 妈妈就回到了现实 好了小白 妈妈不陪你玩了 妈妈要去做饭了 你去找爸爸玩玩好吗 随后男孩来到爸爸身边 缠着父亲要玩游戏 男人只能放下工作 陪着儿子 男孩不断念着鲤鱼咒语 爸爸变大鱼 爸爸变鱼 爸爸变鱼 很大很大的鱼 紧过了3.14秒 男人翻起了白眼 全身不断地抽搐 窝得老天鹅呀 男人表情变得扭曲 小男孩非常害怕 使劲摇晃着父亲 爸爸 爸爸 哎 原来父亲刚才是装的 男孩觉得 睡眠术还没练到位 于是回到房间 自己不断地练习 很快晚上7点 男孩觉得非常饿 便为妈妈啥时候吃饭 却没有人应答 这时 他发现房间莫名进了水 于是好奇地出去查看 我的老天鹅呀 母亲正坐在地上 大口地啃着狗骨头 吓得男孩不知所措 赶紧去找爸爸 走进浴室 父亲早已拎死在浴缸里 此时男孩内心狂喜 毕竟他的催眠术成功了 很好 头发蹚了男人的脚 男人有点懵 头发怎么长门槛伤了 但他没有多想 直接上手就给拔了下来 随后屋里就传出女人的惨叫声 这好吓得赶紧扔掉头发 但他不知道已经闯了大祸 这天他儿子走路 咔嚓被门槛扳倒了 母亲纹身赶蓝心疼坏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怪起了可怜的门槛 上去就给凉嘴巴子 孩子总算也哄好了 殊不知会遭到门槛的报复 这天 女人打算领孩子回娘家 临走时嘱咐 门上的辟邪符 千万不能把他撕下来 男人表面上答应 但心里却没当回事 等他喝到半夜回家 这抬头看到符咒 感觉不顺眼 顺手就给撕掉 揉成肉馅扔在地上 然后瘫爪在床上 接下来就发生诡异的一幕 门槛开始往外流血 沙发底下有只脚在动 房顶出现一只手在爬 突然一滴血滴在他脸上 他迷迷糊糊的擦掉 发现满手都是血 一只手突然掉了下来 这个给他吓得 哭吃滚到地上 就在这时 手脚竟然拼接成了整体 缓缓的向男人走来 男人不断的求饶 可是完全没用 结果男人开心的领了盒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张照片太诡异了 只要跟他对视就能勾走你的魂 这个女人路过时 只因多看了一眼 结果照片上的人就活了过来 接着露出漆黑的红眼说道 还没来得及点赞 就把女人吸了进去 最后露出一抹邪恶的微笑 慢慢又恢复了原状 接着拿出自己的浮伞 对着屋子开始扫描了起来 结果没发现异常 可就在他想离开时 一旁的相框顿时引起他的注意 因为从小就拥有阴阳眼 小美定睛一看 就发现了照片的诡异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见对方的血轮眼再次开启 直接把小美也给吸了进去 等到秘书听到动静赶来 却发现小美已经消失了 他只好先将相框带了回去 结果悟空突然来找小美 无意间一抬头 看到了照片上的诡异一幕 这让他意识到了什么 二话没说拿起相框就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就在八戒嘚瑟时 被赶来的悟空一把救助 当着一万粉丝的面 直接给他强行拖了出去 接着把照片丢给他 让他帮忙将小美救出来 八戒看出有问题的不是新娘 而是他旁边的老头 那怎么才能进到话里 可八戒却说答死我也不告诉你 下一秒悟空就扛着上古相机 摆好了位置 在相机冒出火花的一瞬间 他搜的一下 成功地穿越到了画中世界里 结果刚进来 就遇到了大型的取亲现场 新娘居然足足有七个 新郎竟是一只年轻的老乌龟 老乌龟看出 悟空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并且警告悟空 这里是他的世界 如果悟空在这里伤害他 这个世界就会坍塌 那时所有的人都会嗝屁 知道悟空的厉害 老龟给他一次机会 只要他能从七个新娘里 准确地找到小美 就可以将他单独带走 如果选错了 那就赶紧滚蛋 最后手下拿出麻绳 把悟空拦在了两米开外 这让悟空当场梦了圈 膀胱扫尸了一圈 发现他们全部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悟空编出一只花蝴蝶 寻着小美特有的气味 成功地找出了他的位置 这个人果然就是小美 可就在悟空准备带走他时 老乌龟突然又说话了 只见他凑到小美跟前 此时小美中了老龟的药术 不论悟空如何呼唤 小美都是没有反应 悟空只好拿出小美 送他的礼物紧箍咒 随后当着他的面 把紧箍咒带在了奇迪壁上 小美这才醒了过来 可就在这时 老龟突然闻到小美的味道 得知了原来他就是三藏 随即便让手下拦住他们 看到身份暴露 两人快速开溜 很快就来到了门口 接着两人纵神一跃 本以为这下终于出来了 结果却没想到 他们并没有真的离开这里 原来是外面的八戒 居然把相机给收了起来 准备将他永远困在这里 就在这时 牛魔王也突然出现在这里 职责八戒太不讲武德 谁知下一秒 他竟对着相框打了一个响指 将照片直接给点着了 里面的悟空也有所感应 知道了照片正在被人烧毁 一旦全部烧光 他们就会永远的被困在里面 危急时刻 悟空找回了小美25年前的记忆 急忙还给了他 从此以后 小美的自己眼里 就多出了孙悟空三个字 因为两人早已经签订了奇约 只要小美知道了他的名字 就能将他给召唤出去 接着只见悟空轻轻一用力 就将小美给扔出了这里 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很快找到了沙和尚 询问他如何才能召唤出悟空 接着画面一转 小美来到一片空地上 掏出一把不到5米的小刀 在手上划出一刀口子 只见下一秒 三藏之血独有的味道 瞬间就扩散到了方圆百里 顿时吸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妖怪 眼看自己就要被包围 小美终于鼓足勇气 对着天空喊出了记忆力 消失了25年的两个大字 悟空瞬间从天而叫 三藏和悟空之间究竟有什么渊源呢 期待下一集更精彩 水里的不明生物 一把抓住了男孩 妈妈咪呀 还是一招人链 男孩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一转头 居然看见了一孤的姐姐 赶紧 发送狗头保护 诡异的是 事后竟然出现了一座大别墅 他赶紧躲了进去 里面躺着一个病痒痒的女人 女人只咳嗽了一声 看他脑袋居然掉了下来 瞬间拉长了两里来地 他用比脖子还长的脖子 缠住了男孩 紧接着窗外出现一只巨兽 瞬瞬瞬瞬瞬 瞪着卡兹兰大眼睛 男孩吓坏了 赶紧开门逃走 他却看见了一张比脸还大的脸 只见他小嘴一吸 男孩和女人都快被推进嘴里 大脸马上就改成吹的了 瞬间把男孩吹进树林里 正当他准备逃跑时 却听见爷爷求救的声音 男孩害怕极了 但还是选择了去救爷爷 突然创伤了一个 满是红彤彤的老人 竟然还被啃了一口 此时男孩的表情 就像你表情包里的第三个 这时脚下没站稳 扑通掉进了河里 快速沉了下去 等他醒来 已经被一个女人抱在了怀里 后面还有个鸟皮怪人 那么男孩会凉凉吗 女人收到个上股鸡蛋 他好奇地敲了敲 鸡蛋像花瓣一样绽放 这到底是个什么神仙玩意儿 原来是个可爱的小可爱 他想吸食女孩的脸蛋 奈何女孩不是一般的孩儿 转身把他压倒在地 邦邦就是三五六全 在干掉了小可爱后 才想起来怪蜜也收到个怪蛋 等他赶到房间 闺蜜已经小年二十岁 就在这时 事后出现个小长冲 他拿起单身五十年的扫把 向前寻找 可他并没有发现 危险正向女孩袭来 不知道为啥怪兽瞎跑了 女孩换装成美少女战士 刚走了0.99步 就发现闺蜜竟然满血复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闺蜜上来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眼看就要没气了 女孩用力挣脱开 反手就是一枪把子 没想到闺蜜变成了机器人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大波怪兽向她袭来 女孩拿出火焰枪 勇猛开战 只用了3.1415926秒 怪兽就被她全部干掉 就在她以为大祸全胜时 你们赶紧躲进安全屋 虽然扯掉了小怪兽 但是女孩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异 最终也演变成了怪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随便收快递 因为你不知道 是不是有怪人 故意给你邮寄诡异的东西 因为一个玩笑 女人却丧了命 两个女人正在视频 突然她看见诡异的一幕 闺蜜的身后似乎有个人影 闺蜜转头一看 啥也没有 显然她以为女人是开玩笑 便没有在意 就在这时 电视里出现一条紧急新闻 据报道 有一名杀人狂正在四处作案 女人当下一紧 一脸严肃地告诉闺蜜 身后真的有人 这下闺蜜有点怕了 她慢慢地起身查看 赶紧 发送狗头保护 并分享给你的好闺蜜 女人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求救 却一直忙线中 与此同时 电脑里传来了闺蜜的惨叫声 她急得想把手机给剁了 接着就收到闺蜜手指的照片 女人慌了 只能疯狂地拨打报警电话 总算是得到了警方的援助 这时 她又收到劫匪发来的视频 女人惊恐地点开查看 女人彻底蒙圈了 她跑到厨房拿出所有的砍刀 貌似都太小 又打开橱柜 抽出十厘米的大刀 准备自保 可谁知结果 自己中了刀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女人心里五味杂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开玩笑也有度 不然真会搞出人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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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